2017年11月3号,百哥为你成立各报评论,首先是来自新州日报的评论,题为,语言是一把双刃剑。 日前副首相阿穆扎西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涉嫌殴打志愿警卫队员的拿督斯里廖顺喜,连国语都说不好。 新州日报笔下真情专栏作者杨栗勤就说,一个人的教养与他所能够掌握的语言没有直接的关系,就算知晓多国语言,也不代表他能够口吐莲花,搞不好还可能说多错多,传教士查米汉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者也形容,语言是一把双刃剑,说得好让人如沐春风,或可救人于危急,说不好则会处处结缘,种下护根。 但作者也强调,如果用得其所,多长微重语言,始终是有百利而无其害,何乐而不为呢?也免得怀疑老是被人指指点点,弱人口识。 第二则的评论是来自中国报,题为你又被出卖了。 日前五国发生历来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估计有多达4620万个手机用户的个人资料外线。 对此老百姓的反应淡定,中国报专栏《甄子与作者》甄子权就揶揄到,谁没有接过来历不明的电话和广告信息。 在大马,大部分的人在接到所谓的诈骗电话时,都选择盖掉电话,然后当作没事发声,也不报警。 简洁纵容了诈骗集团再干一回,如此恶性循环,让人人被出卖,人人都有份,人人皆帮凶。 作者也说,泄露事件凸显了全马的网络安全正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而在如此脆弱、冷漠、无良的社会,到最后被出卖的,何止是个资? 还有的就是大马的未来。